大家好,欢迎来到柬埔生活 有网友问,说他家的鸡已经三个月大了 但是他每天还是给鸡磨碎穀物,很麻烦 那问小鸡多大,可以吃完整的穀物 这个问题呢,要看你所谓的食物 还有你鸡的生活环境 这是我们家不到两个月大的小鸡 我给他们喂了一种买的压缩的食物 另外我给他掺了很多我们家果树上掉下来的水果 切碎了,还有葵花籽 那因为我们家在这个鸡坑软里有很多的石子 所以呢,他们可以自己在地上捡小粒的食子吃 那小鸡呢,其实如果你要是自己观察的话 鸡妈妈把鸡宝宝孵出来 鸡宝宝就跟着鸡妈妈 鸡妈妈吃什么呢,鸡宝宝就吃什么 所以不管小鸡有多大 只要它是散养的,它能够在地里找到石子 吃进去的话,它就可以吃完整的骨粒 那鸡呢,因为它没有牙 所以鸡吃石子呢,就帮助它们能够磨碎食物 我们家这个鸡窝里边呢,右边是大鸡 左边呢,它分上下层,上层是大鸡睡觉的地方 下层呢,我就把我们家今年最后的一批小鸡放到里面了 它们也,后天它们就买四周了 那从现在三周多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给它们喂桂花籽了 但是因为这些小鸡呢,它是圈到鸡窝里边 所以它们就找不到石子 那我在给它喂食物的时候呢 我就要给它加一些石子在里边 那这一个呢,它叫做Powtry Grid 它就是很小粒的石子 看到吗 那这个呢,是我们家小鸡的食物 这里边是压缩食物和这个葵花籽 葵花籽呢,这是一种比较小粒的葵花籽 它叫这个Black Oil Sunflower Seed 它是带皮的 那我会在这个小鸡的食物里呢 就给它掺一些的石子 这样让它们自己吃的时候呢 就会把这个石子吃进去 帮助它们磨碎这个食物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我把水和食物都给小鸡放到里面了 它们在这里喝水吃石 那无论是大鸡还是小鸡 如果你喂的是压缩食物的话 就不需要给它们添石子 因为压缩食物呢 它们遇到水以后就成这个碎面了 所以它不需要吃石子 但是如果你要喂的是整的骨粒的话 无论是印尼啊骨粒啊花籽啊 那就小鸡就需要石子 因为这个石子是帮它们磨碎食物 让它们更好的吸收营养 这个是我们家大鸡的食物 我在这里边呢 掺了很多的水果 果树上掉下来的水果 另外呢我还掺了一些鱼 因为我的朋友喜欢 我们家朋友喜欢钓鱼 他每周几乎都给我们鱼 所以我们把鱼呢 在锅里边给它煮熟了以后 就会给它掺到这个鸡的食物里边 他们很喜欢吃的 大鸡也出来吃食物了 我鸡窝里边呢 还有一个放食物的盆 因为他们有的鸡比较厉害 有的鸡就比较老实 所以我把它放成两个盆 这样保证所有的鸡都能够吃到食物 好 谢谢大家观看 愿上帝赐福于你 我们下次见